所以就是他仅仅依靠他在新兵训练里面的四个月的这个经历 然后为了出书 然后就一杆子把所有的华裔给当头一棒敲下去 是谁给他的这个勇气 是梁静茹吗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又是周末了 然后今天来给大家发一个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有一些特别 就是不是讲福利的 但就是说跟海军华裔有关系的一个视频 首先我作为一个现役的军人 就是不管是其他的军种 还是海军 就我对这个军队这个行业的事情 一直是有在关注着的 即使是我不想要去关心这些事情 我的那些同事啊 他们也会问我这些问题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事情 或者是有看过这个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 最近有一个视频 就是引起了华裔军人圈的一个 就是算是小轰动了吧 结合一句比较流行的 在海外华人圈里面的一句话 叫做老乡见老乡背后搞一枪 大概就是在海外的华人 不管你是工作或者是生活 就你都应该远离华人圈 为什么 就是华人他本身自己演稿 自己演的这个水平一流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视频 主要是讲的是一个 连新兵营都没有走出去的一个新人 而且本身就不是正常的这个服役退役 然后就是为了自媒体上面的点击量 然后就去发表一些所谓的 就是不光我们华裔军人 在军队里面服役的一些丑闻 就是为了这个点击量 去散布这些负面的信息 所以你们看到我这个视频的封面的时候 你应该就知道我要聊的是一个什么内容 华人的圈子它其实很小 不管你是留学生这个圈子 或者是马农的这个圈子 它其实都很小 所以我今天发表的这个视频 就是根据我自身的经验 就是有15年的这个现役的服役的时间 还有作为一个中立派的这个有良心独立创作人 就我有必要站出来给大家澄清一下 就给我们华裔海军挽回一些面子 还有就是我一些在海军服役的一些华裔朋友 他们的一些反馈 这些朋友它其中包含了 比如说征兵官 在新兵训练林的这个教官 以及活跃在这个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其他的一些朋友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透露姓名 所以我就把他们的这个意见整合到这个视频里面 然后分享给大家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看他的这个自我简历 就是他说他是在中国的这个农村成长 学生时代的话就算是一个学霸 他毕竟考了一个北京大学的 不知道是什么系了 反正就是他 但他这个学校就是我去知乎上面看了一下 就是说他是属于一种野鸡大学 类似什么哈佛哈尔滨佛学院的这种情况 但好像录取分数的还是这个要求还挺高的 就好像是说要省排名前多少多少名 才可以考得上这个学校 学校的专业就是比较偏门的那些 像什么古生物学或者是什么国际关系这个东西 然后他从北大辍学 就是因为可能他的一个意见跟主流的那些思想很不一致 这个意思就是我成长的时候这个心态也是很叛逆 很多那些就学业上的事情我也是很不赞同 所以这个我是可以就我是可以理解他的这个经历 就是在北大辍学的这个经历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你来美国哈 然后参军 你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说需要一个绿卡这个身份的 就基本的绿卡 然后我就录了一段就是给我自己准备的一分钟左右的一个自我介绍 Hi my name is Atticus 然后I love Harry Potter 然后I'm going to work for Apple 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介绍 I want to make friends with you 那个各种我能找到的渠道去给外国人发 很巧合的就是我老婆就是其中这一说到了我的语言了 对是其中唯一的一个我知道她在上海的 因为我们聊得多的时候她说我在上海当老师 我完全上海了我马上上海了 我们赶紧约一下见面吧 她就是通过这个和美国身份的人结婚 美国公民结婚要拿到这个绿卡这个身份 然后来到美国哈 然后就参军 这个无可厚非了哈 但是哈就是也有一些网友 他们说就是在中国哈 你这个本科比如说你是清华或者北大的话 那些本科生基本上毕业了之后都会来美国 因为他们就戏称这个清华北大是赴美的这个预科班 我之前发过的这个视频 就如果你在清华大学毕业 你来美国海军的话 他是真的可以申请做军官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清华大学毕业 然后来海军里面 觉得 所以如果他如果不退学的话 我感觉可能也就会有正常的求学的这个路线过来哈 但是就是他他辍学了 所以目前的话他沦为只能做一个民主战士 然后去就抵制大陆这些事情哈 好 想让你参军加入海军的情况 就是训练第二周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一天 就是我们的那个教官说你有一个appointment在那个medical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查出来你是那个学家里边有乙肝病毒 我们要把你放在一个medical就是放在另外一个division了 就他的这个视频分享哈 他说他退伍哈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乙肝病毒 但是这个我也不是医生哈 所以我觉得你在新兵训练之前的那个maps啊 这个体检期间啊 这个病毒应该可以检测的出来的哈 可以吗 我也我也不太清楚了 我也不是医生 你小伙伴可以在这边留言跟我说一下 然后就是他说他之后的也在separation division 就是要被就是说要劝退回家的那种 然后他是说工作职责哈 就是去送餐 然后他送餐期间了 就是摔了膝盖这样子 当然就是我我没有说他作假的这个意思哈 我一直是说就送餐那个事情我也有送过 我只是说他就演技可能很高深 可能类似影帝那种级别的 而且像哈军的配的那个靴子嘛 他都是有那个防滑防滑垫的 就是不管你是不要说下雨啊 你上楼梯 就你在外面飞行甲板上面那种狂风暴雨的话 你那个靴子也是ok的 就这么容易就摔了这个意思 ok送饭的那种饭盒 就他都都是泡沫的那种饭盒 就不管你是一次拿十几二十个 而且他是有那个餐车去配餐的 就不是说你扛着几十磅的这个盒饭 到处去在这个建筑里面走来走去 就不是这样子 有一些华人才在讲 他就明确说 他说我因为听不懂 他跟我命令我都听不懂 我说你为什么要当时要猜 他说因为他当时就是想要找到一份航空工作 征兵处 有些华人的征兵处跟说 你一定没问题 一定没问题 就相当比例的华人猜决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努力 想要得到一些好处 得到的感觉 就是目的本身就不是很单纯 然后下面就是聊这个骗防补这个事情 他不仅仅是华人 就所有的军种他都是存在这种现象的 尤其是这个假结婚 很多那些E1的那些新兵 然后就为了防补人就跑去签领结婚证 所以我这个频道从始至终都是在说 不要为了拿到这个防补而去结婚 还有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你不住在旧金山的话 但是你想要拿旧金山的这个防补可以的 但是你要提供很多这个文件 什么水电费 账单那些东西 而且如果查出来的话 这个是诈骗 这个事情可大可小 你拿快钱你拿不久了 他海军之前没有抑郁症 因为海军现在会体检 你抑郁症也不让你参军 然后他海军就有抑郁症 而且他说他已经成功的拿到了抑郁症的鉴定 然后这个就是mental visibility 他就会靠这个就拿到一些就是生产补助金 然后他就说可以拿到百分之百的 商产补助金也是一个月六千多块钱的那个补助金 收生的 骗商长军这个事情的这个VA disability 不仅仅是华人 所有的军种族裔都会做这些事情 之前不是还爆出来一个人 他说他是百分之百这个福利 然后他是做这个轮椅 然后有人就是VA的那些人 在他家门口装了一个摄像头 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平时的话 生活方面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情况的 condition是没有的 而且他自己还在自媒体上发他去做健身 bench press没问题 所以他这个就真的是自己捉 然后他骗了几十万块美金这样子 后来就出事了嘛 坐牢了 所以就是说VA或者是海军犯罪调查科的这些机构的人 他们都不傻真的 我之前也在我的一个视频里面说了 不属于你的钱 就不要想着装到自己口袋里面去 还有就是这个VA的这个商场金他没有六千块 就是目前的话是大概四千块钱左右 细节太多了 他正想我现在在写书 我在海军我记了两大笔记本的这些细节 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是呢他的这个所谓的曝光这个华人 华裔军人的那个丑闻 他是有私利的 就是为了可能大家就看他出的这个书 所以就是他仅仅依靠他在 新兵训练里面的四个月的这个经历 然后为了出书 然后就一杆子把所有的华裔给当头一棒敲下去 是谁给他的这个勇气 是梁静悠吗 不要再那样摸我了 如果要是被人举报的话 我们两个都有都有问题 我们两个都要被海军给处罚掉 你如果有康泰不管你主动的被动都不行 但是他不管他还要摸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还要摸 他说我忍不住 他说还跟我说的 他说康哥你能想象吗 假如说你跟一帮漂亮的女孩子们在一起 你能忍得终于不摸他们吗 我想一想说 我说是有诱惑的 但是为什么忍不住呢 但是他是跟男的在一起 一帮男的在一起 他就喜欢男的 像这个no recruit to recruit contact 这个policy是确实是属实的 而且我们海军里面的是 serial tolerance when it comes to sexual assault 就是你不管就同性或者异性 身体上面的这个接触都是不允许的 正常的hand shake没问题 别人摸你的话 不管你是新兵的训练 就是你在卧马麦当劳里面 随便有人摸你的话 或者你去摸别人的话 这个事情就 你看看你有没有事情发生 这种现象存在确实是存在 但是你自己本身穿了一个海军的衣服 然后说的华人这样的事情 就你本身就把这个风向给带偏了 讲这样的话就合理吗 就你东西可以乱吃 你话不可以乱说 而且你想要当一个间谍 坦率讲这个难度也不大 因为你想拿到这些美国的这些军事机密的信息不难 拿到美国这什么武器库的这个位置 还有一些什么美国军舰的那些制造的那些手册 什么这些 美国又不是说中国人不能看 中国人可以看 你只要是正常服役的一个人 你做这个工作你就可以看 坦白来说就是你做这个间谍 这个事情本身它是不难的 所以就最近很多这些年轻人就漏网了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自己说的那一句话 海军犯罪调查科的那些人他们不傻 真的真的是不傻 而且像是武器库这个东西 不是你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去的 看视频的这个小伙伴 如果你是Aviation Ordensman 或者是Gundersman 你就应该知道我说的这个意思 而且就是军队里面的这个他遵从 不管你是军队还是公务员 或者是美国社会这边 他们遵从的就是严严平等的这个规则 要不让你来美国干什么 而且他们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 或者是俄罗斯人 或者是阿拉伯人 他们就会把你当成间谍来看 当然除非你是本身是有一些把柄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reflex 被他们检测到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讨论这个范围 我们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下 就是海军也是一样的 因为中国人的平均工资一定是最高的 我跟你讲 中文教里边得到拿到的钱一定是最多的 拿到的福利一定是最多的 中文就听着谈论 因为中文谈论是认为谈论这件事 所以他们才拿得高 对啊 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漏洞都找到 所有这些福利都给你研究透透了 比美国人透多了 美国人都不在乎 这个论据本来就很错 因为我上个礼拜才发了视频 但是你觉得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华一海军的新兵可以拿到14万这个奖金吗 而且就是作为一个分享福利的这个博主 不是说什么所谓的漏洞 这个这些所有的policy都是国防部实实在在公开公正透明的 不是说我跟你说几句话 或者我们之间随便讲几句话 这个突然就多出来这么一些福利 不是的 我平时工作的时候 我也officer我不care 但如果你是E1E9的话 就我的同事他们 我都会跟他们去说 这一个福利或者那个福利 你符合的 记得去拿 这样子 但是就是到了这个freeman的这个嘴里面 就变成了专控制 就你说弃人不弃人 以下的这些信息图片都是来自我的这个线人 主要是因为我不认识他本人 所以就是根据我朋友发的一些信息 就是他6月份的时候他去乌克兰 加入了就是这个国际的这个军团 但是他到了这个乌克兰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美国护照给亮出来 然后就是穿着这个美国海军的这个大logo的这个衣服 就那种非主流的感觉 我们一般正常的如果你接受过这个seer training的话 最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把你作为军员这个大logo的这个衣服 在公共场合公开场合去穿出来 这个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reft leg 然后就是他在乌克兰是做这个自媒体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去跟那些乌克兰的平民去接触 他可能是说我自己是一个美国海军 然后他7月份的时候又说是需要加入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际军团 要开始训练 但是就是不出意外了 又是因为各种原因他没有通过 然后就他目前的话他是跑到了离这个前线最远的 这个叫做利沃夫的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他对外自称他是这个军团的人 但他既不是军团的人 他人也不在前线 而且他自己身上都是文身都是写的美国海军 可是他又不是一个军人 为什么 因为你是作为一个现役军人的话 你不可以参与政治的 不然就会被请去喝茶 二如果你是正常正规的退役军人 你是有一个DD214的表格 这个是退役军人的一个文件 如果你没有这两个东西 你就是冒充海军 至于为什么冒充 可能是你夹杂了一些个人的利益在里面 最后呢 就是我干了十几年的海军 不说我去过多少多少个国家 有多少多少年的这个Ctown 因为我没有 也有一年多的Ctown 但是我见到过的华裔军营 没有几百也有上千了吧 是吧 就我自己的observation 我观察到的这个情况 实实在在的现象是什么 我们在军队里面的华裔 超过90% 都是很努力很肯干的 但是我们有语言障碍 所以我们要花比本地人更加多的努力 才可以可能达到他们本地人的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这种华裔军营的这个精神 我是觉得可以称赞的 所以就是在美国海军服役的华裔军营加油 就给你们点个赞 如果有人在抹黑你们的话 我会帮你们怼他 请点赞关注 下个视频再见